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选股SOYZ 我是路易斯 今天大阪指数震荡的非常非常的剧烈 那今天下跌了151点跌幅 来到1.20个百分点 成就上是2322亿 收在12513的位置 各位指数目前还在右上角 不过今天这根黑K杀出来 其实短线上它已经跌破什么 跌破10日线 跌破5日线 代表行情短线上的风险是升温的 但在行情短线上风险是升温 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行情要反转了吗 各位行情要不要反转 我们先观察一件事情 你怎么辨别多空 市场上辨别多空的方法有很多种 小路辨别多空的方法 最简单就是看什么 月季线 目前加均指数走在月季线之上 这眼睛闭着你就要知道 这是多方格局 目前指数就是多方格局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目前来讲就是多方 不过 短线上来讲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来各位我们先看 这是台积电 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对不对 跌了9块5 照理来说对于大盘会跌大概95点的贡献 今天加均指数跌151点 扣掉大盘 扣掉台积电之后 大概是跌5、60点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台积电已经跌破这一天大盘创历史新高的低点 对吧是不是跌破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台积电比大家想象中来的更弱对不对 之前两天台积电是一个大涨涨停板的表现 把市场所有资金全都吸过来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是个垃圾盘对不对 不过当台积电拱上来之后 它的阶段性就完成了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外资开始在那些调节型的卖方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奇怪台积电近期怎么那么弱 而且已经跌破近期 它这个历史高点的一个黑K棒 已经跌破这个低点了 代表目前的台积电上方有一定的套楼卖压 这地方是有大量的黑K棒 所以目前我认为台积电目前来讲的话 对于大盘指数会有一定的压力存在 毕竟目前就相对比较弱 比大盘指数的这个低点还来弱势一些的 不过我们再回头回来看这个结构的部分 各位我们常说有些时候你看指数 可指数看一看 你也得看一下这个盘面的一个架构 那以前盘面架构来讲的话 今天的一个架构 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大盘点的151点没有错 是重错 下跌加速也比较多 602加也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什么 各位你有发现吗 还有23加涨停板 还有23加涨停板 之后一加跌停板 所以代表什么 盘面上有维系热度的族群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个盘没有挂点 这盘没有挂点 目前只是一个涨多的回测 所以下方来讲的话 最关键的还是在这个月线的支撑 月线附近的这个大浪区的支撑 将是行情能否在这边做一个 直稳的一个观察重点 所以我认为指数 大家目前没问题 短线正当拉回而已 那OTC呢 OTC近期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跟各位同友分享过 这组合K对不对 还记得吗 黑K棒之后我们说什么 出来了两根红K 把这根黑K棒的收盘架 开盘架是不是吃掉了 代表显著转强对不对 闲著转强都连续两天往上垫高 今天往上攻击不够 一样量能不够只有537亿 上冲下起最终还是没人收上去 上面有月线的压力下方 有机线的支撑 上面有压下有撑的状况 之下行情就会容易走一个 区间这样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从盘面这个架构的地方看得起来 469家上涨 21家涨停板 各位21家涨停板 所以上市会加起来 有40几家涨停板 跌停加速这里也只有1家 上市会跌停加速2家 这是一个要走空的盘吗 各位 要走空的盘格局 不会有这么多家涨停板 对吧 所以从这么多的涨停板加速 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一个重点 行情目前盘面上 有维系热度的族群 不用太过担心 不用太过担心 不过 小路就的就是 个股表现的机会来看 但如果你是观察指数的话 小路要听大家 指数目前可能有点状况出来了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筹码的部分 从这方面来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外资今天大卖了304亿 各位 大卖304亿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是近期最大量 外资大幅度撤退 再来看期货 期货部分多单大幅度减码了4600口 4600口 各位 期限货大幅度减仓的状况之下 代表什么 后续的指数行情风险是越来越大 所以在法人这一方 开始做一些缩手动作的时候 投资本来要特别小心 虽然目前指数还在月季线之上 不过行情确实风险开始升温 你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更加的谨慎 融资近期持续增加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引诱 融资目前已经达到1449亿 短期限上已经增加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水位 代表说目前很多散户 真的开始跳进市场 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当中 有一些可能平常没有在操作股票的朋友 他慢慢开始在询问一些股票的资讯 包含开户 包含下单交易等等 代表着目前很多人都开始进来股市 这也是造成近期融资 大幅度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现在的行情我知道还是多头 不过抽法方面已经有点松动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些持股上的一个状况 该停损该停利 还是要纪律化的操作为主 那资金流向的部分 我们从上市的一个族群来看的话 上市的生计医疗表现的还不错 但今天就是在涨生计股 很多生计股是开始反弹 那造指也是一样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类股还是一样 都是走空的 你有没有发现 类股的K线都是走越线之下 那在电子半导体这部分 大概还是相对强劲 不过近期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 尤其今天这半导体的部分 说台电拉回的影响 拉回幅度是稍微来说比较深的 汽车也是一样开始继续走空 所以我建议大家近期 你会发现很多类股都是呈现 更大保守一点 那在贵买指数上面来讲的话 生地族群还是一样 占领整个盘面的架构 还是一样投机的个股比较强势 以今天来讲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各位其实大半间会跌这么惨 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全球的疫情十分的严重 对吧 不论是在美国 不论是在欧洲等等 疫情都非常非常严重 再加上美国的纾困方案 可能有一点点的一个杂印出现 台湾近期也有疫情升温的可能 我们的前副总统 我们的陈建人 前任的副总统 他是不是提醒大家要去准备口罩 准备三个月份的口罩 那恐慌又来了 所以今天盘面上很多生计族群 或者是在这个口罩股 部分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包含了9919的康纳香 包含了像是在 医药部分的4133亚诺法 1781的和氏 这个血压剂的概念股 还有像是4128中天 6589台康生计 或者是在美德医疗 还有在国光生计 以及ABCKY等等相关的一些防疫概念股 都今天群起往上攻击往上推 当然这些个股当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投机一些的 举个例子来讲 像投机的生计部分 我们知道指标股就是合一对不对 那合一各位 合一要么让你买不到 要么让你卖不掉 什么意思 合一前面这里是每天涨平满 跌地满飞来飞去 你要买买不到 要卖也卖不掉 所以这样子有流动性风险的一个股票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碰 尤其近期这样子飞来飞去 这根本就在赌博了 各位这真的赌博成分非常非常高 至少不是小鹿的菜 至少不是小鹿的菜 我是不会超出这样的个股的 所以提醒大家风险真的很高 再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在太阳能部分 像3686达能 尽用一定的买盘进驻 还有什么 之前也有涨很酷 太阳能还有想像是6443的元金 6477的安吉 都有一定的买盘往上推 当然这地方最主要收回到什么 再生能源对不对 各位再生能源 近期有个很大的消息 台积电它是不是加入全球的RE100 RE100 就是100%要使用再生能源的计划 它是其中一个会员 当然是苹果要求它的 苹果要求它的状况之下 各位你知道台积电的用电量 在全台湾的多少吗 台积电的用电量 每一年大概是全台的4.9个百分点 是非常非常大一间厂商 所以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或者是什么 太阳能就有一定的买盘往上推 而且太阳能就会有 旁边的一定的热度往上推 其他就是一些比较健身干领股 像是在1515的立山 或者是我们近期跟各位同伴报告 1526的日迟 等一下跟各位同伴说明 弱势股部分 但短向大同有消息变得营销 这短向已经跌停 已经跌停好几根下 小心真的不要去碰它 其他个股来讲像是什么 像是在310的纹帽 纹帽近期来讲 也是跌跌不修持续往下回测 今天跌了5.68个百分点 万一支投薪站在卖方的状况之下 超出他们真的要保守一点 还有什么 平概股的台军也是 今天卖压也蛮重的 台表科 翼龙电子 各位讲一下翼龙电子好了 翼龙电子也是好股票 它好公司 它公司的运营状况非常非常的好 愿意说连增率 接着上都呈现双位数为一个大成长 那公司这么好的状况之下 今天也是跌 今天也是跌 这地方来做一个平台的修正 各位你我们去思考过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现在大盘是在12000多点 OTC是在月线之下 极限之上 它不是一个大多特多的格局 而且上方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去看到 长虹可以进去追价 你可能就套在里面了 各位你可能就套在里面了 所以我近期都跟我们学员说什么 我们冲高就不追了 我们冲高就不买了 有好股票量缩压回 我们再来留意 我们才会去布局新的个股 或者是停止点 非常非常好手个股 我们才会积极去做布局 但个股当然小时候 中央现在还是看多 不过像这样的个股 就震荡比较剧烈一点 你可以用眼镜式的思维 量缩拉回买 急拉你站在卖方 这应该是一个近期来讲 比较好操作 也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操作方法 我们近期跟各位同学说明 我们是不是有布局 个股就是1526的日识 对不对 我们上周是在这根红K棒布局 在这根红K棒尾盘左右 我们去做布局的 布局之后 上周五涨停板锁死的好表现 今天再度开盘往上冲 冲到涨停板锁死 各位为什么我们能够选到1526 日识方法才是重点 各位你来到这天来看 在这天的时候 你们是看不到盘后数据 当天我们盘中 怎么可能看到当天的盘后数据 所以我们是根据前一天的逻辑来看 前一天外资在买 主力在买 刀刷比率攀升 均线纠结后 开始即将多头发散 它的下方风险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因为就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 这平台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那就是多方股票 当然就是多方股票 所以我们就往上冲 就往上冲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锁死的好表现 今天涨停锁死是6970张 按照这个气势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挂单不是假单 明天还有可能继续往上冲 明天还有可能继续往上冲 所以我们当然就继续 报这两个股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卡位 进去一档新的个股 那新的个股看起来也很不错 也很不错 洗洗这一阵 应该就上去了 应该就上去了 我们有一档个股也是布局了一阵子 那今天有明显的转场讯号 收在近期的相对高点 当然我们也已经开始获利 已经开始获利 那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各位操作上面还是一样维持一个 比较有节奏的方式 近期你知道大盘风险开始升温 你就不要积极去做追价 反而你应该期待等待的是什么 淘股票 亮缩 压回的满点 或者是风险很好控制的买点 这才是你在操作上面你要特别特别关注的重点 那还是要邀请大家 还是要邀请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选股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学员们 你可以跟上小鹿的脚步 跟上小鹿的脚步 联络我们TereoGAN群組当中的路易斯小编 跟上小鹿我们一起来获利 我们已经把下一档个股准备好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影音呢 就先到这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伴伴 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